我喜歡唱歌所以我去考合唱團 雖然我出世通過了 可是富士卻名落軒山失敗了 這時我好難過 我不敢講 可是我每次都躲在棉被裡偷偷地哭 希望下次能成功 做完年以後上學的時候 同學都會來找我抵押稅錢 然後別人差不多到一萬的時候 我卻只有幾千塊而已 所以我就不敢跟人家說我有多少錢 然後我覺得 我的親戚比較少 所以包的錢也很少 所以我希望我的親戚多一點 現在身高都長得很矮 常常就被同學笑說 好矮 好矮喔 可是我就覺得說 可是我也有想過說 我要認真吃 可是我怎麼吃就是長不大 就越吃越瘦 所以我覺得說希望他們不要讓 希望我同學不要來笑我 然後我這樣我會更有自信 我想首先一個父母親 協助孩子分析壓力的來源 剛才你看孩子 這個所謂挫折壓力 什麼來的 有些是父母親給他的標準 有些是比較出來的 有些是他自己心裡期待 沒有得到那個愁賞 他也會有壓力 所以我們分析一下 這樣的事情值得去 感覺到是壓力挫折嗎 第二個就是改變了認知的態度 因為這種壓力的話 這個對人是用成長的一種 等於是一個力量 第三個就是我們父母親 協助他的時候 不能夠代替 很多父母親說 那我代替你做你壓力就沒有了 他永遠沒有這種承受壓力 跟承受挫折的這種容忍力 我們父母親應該從比較小的 這種挫折給他經歷 慢慢變大 一下太大的承受挫折 我們叫無力感 無力感完全失去信心了 以後任何東西不敢去面對 會產生這種問題 發揮比較大的挫折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支持他 因為人碰到挫折 有人支持的話 這挫折會減半 還有一點 這父母親有時候 要給他一點成功的經驗 包括一個孩子什麼都沒有 都我們也誇獎 想說哎呀你頭髮梳得好好 你牙草好白都可以 隨便都可以講對不對 是不是啊 你個子好高 你好壯都可以啊 反正至少我還有這一點 小孩在遊戲中 小團體中 他可能會在一起玩遊戲 在遊戲當中就可能就會有 所謂的輸跟贏的時候 但一旦他知道他可能在這遊戲當中 他可能是輸了 所以他就有一些很反常的動作出來 有可能是把所有的玩具全部掃掉啦 或者是就這樣離開啦 說我不玩了 就有可能是這種情形 像他這樣子是不是他 他的一種挫折呢 我想我們應該告訴小孩子 遊戲的目的並不是在輸贏而已 建立友誼 我們中國人常常就是為口頭辯論 或者什麼要贏了對方 結果贏了遊戲輸了友誼 而第二個很重要就是讓小孩子 有一種輸得起的觀念很重要 因為天下再偉大的人 都有輸的經驗 我們他外國人他笑我們 我們那個喝酒猜拳有沒有 猜輸的人喝對不對 很奇怪對不對 外國人搞不清楚 這個就是說贏了拳 然後你對方又可以喝酒 兩個都贏了 這個拳才要猜得久呢 中共觀念這樣 假設我又贏又喝的話 不要三下子 對方根本不跟你玩 你就沒得喝了 關於這個兄弟前面之中的比的問題 我們現在好像把所有的東西 就集中到什麼功課上來 而且功課也集中到 所有的成績也不對了 像我孩子 大的文科都很厲害 可是二的理工科很厲害 他們兩個都互相欣賞 譬如我們家裡的錄影機什麼東西 我都有那個小的 雖然是國二而已啊 以前小學都會 錄影機都修理啦 或者處理那個錄影機 避錄什麼東西 那大的是那你滴滴你來弄好 他旁邊看就好 那欣賞嘛 對 事實上用分課來比賽就好 分課你看你有這麼多個第一名 他很在意第一名 我們就讓人感覺到你可以辦得到這點很重要 人就這樣就是你一輩子在十一的話 那你就我就是十一的料子這樣相反啊 突破一下的話就是本人是不要而已的 要第一名給你看的話 這種心態很重要 那我們常常可以請他們 或者鼓勵他們講出來 最少最少他們覺得 他們很滿意自己的地方 也許他們有時候開始會覺得很困難 那我們就可以慢慢地提醒 從最小的地方來講起 會提一點點 然後讓他們慢慢地想到 然後讓他自己覺得是很好 就讓他 我想並不是要覺得很驕傲 可是要自己對自己很 很喜歡自己 父母總是叫我要我十全十美 我卻跟他們講說 世界上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可是父母覺得 覺得我很有差異 希望我能十全十美 可是我做不到 他們一直讓我很緊張 他們越讓我緊張 我越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我希望父母能用 鼓勵或獎勵的方式來鼓勵我 我覺得越考是我最大的壓力 因為每次到了早上 要越考那天的早上 我爸爸一定要跟我說 你一定要考到第一名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覺得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考到第一名的 可是 可是還有 還有 有人很用功也是考不到 可是 我已經算 我已經覺得我已經很用功了 為什麼我考不到第一名 我也是 我 我 我還是考不到第一名 因為只有這幾次我才考得到前三名而已 可是我覺得我爸爸對我的要求太高了 我想每一個父母親都是希望孩子你比我更好 這沒有錯了 可是有時候想想看 一直要孩子第一名 反省 以前拿過第一名沒有 哈哈哈哈 真的是這樣 當然是這樣 那我們應該是 與其他一直責備他 一直要求他 不如多給他鼓勵 只要他盡了最大的努力 我們心理學有三種歸因 一種就是內在歸因 說自己不夠聰明 一種外在歸因 都是你害得出那什麼鬼題目的 第三個方法歸因嘛 方法歸因就是方法錯誤 唸了半天這種 被觸動被罰 數學這樣做法不對嘛 對不對 那當然是這個最可以改進的部分是這樣 你說品質不夠好也沒辦法改變了 對不對 老師題目你有沒有叫他出什麼題目不可能 對 那就靠自己方法上改善 我們父母親協助他 然後我今天我比昨天我更進步 你一定要給他掌聲 我相信孩子的話一定是會越來越好 對 我們當然了解難關和挫折是難免的 所以平常心看待他 避免太過情緒化 然後呢 他能夠以這個愛護有耐心和了解的心情去聽他形容過 事情發生的過程很耐心的聽他講 然後問他最困難的是什麼地方 心裡覺得最難過的是在哪裡 聽完了以後呢 就找出在聽的過程覺得他做的任何一點小小的地方做的很好的地方提出來告訴他 就說你很願意嘗試 雖然失敗了這樣努力嘗試是非常勇敢的 這比怕失敗而畏縮不前是要好太多了 同時也提醒他過去曾經一定有做的很好的地方 做的很傑出的地方 提醒他那些發生的以前的歷史 然後再告訴他還是很聰明很能幹的 雖然這次呢遭到一些挫折 但是爸爸媽媽永遠是站在你們的旁邊 對你的信心和愛是不會變的 最後我覺得很要緊的是我們做父母的總是要提醒我們自己是很好的爸爸是很好的媽媽 因為無論如何我們在當時都是盡了我們當時能盡最大力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的困擾還有我們過去長大過程中的困難在阻隔著我們 所以無論如何我們是為了孩子的好 如果我們來勉強自己來覺得懊惱或者後悔自責的話 只有使得我們沒有辦法看清楚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也沒有辦法拿出最有效的方法來幫助我們的孩子成長